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吴少爷 对不起 得让您换个地方 为什么 这上面呢 今天晚上送了一个重刑犯人 说要单独隔离关押 临近时间牢房 都不能住别的犯人 什么犯人啊 这么重要 这我哪儿知道啊 听说是刘家送进来的 也不知道他怎么把刘家给得罪了 刘家在安庆 可真是一手遮天啊 这 我们也没办法呀 委屈您了 行 英雄 一切都安排好了 你就在这里边歇着吧 如果要闷了想出来 就跟我说一声 不用麻烦了 亮着四面矮墙 也难不住希望 刘少爷 这儿都安排好了 好 关医长 这个人是我大哥 你千万不要慢带了啊 胡局长已经关照过了 你呀 就放心吧 请 英雄 大哥 好 爹 都安排好了 都安排好了 好 我明天 就给你二叔写封信 如何处置这个新卫城 让他定夺吧 哎 二奶奶 小财富又来了 你没看错 不会认错的 好 爹爹 您又在亮画上了 好好 今天天好 你看 有点微风 还没有太阳 最适宜亮画 你看 这幅正板桥的竹子 简直是鬼斧神工 当初 是我在杨州 花五十两银子收的 现在 至少值四万大洋 爹爹收藏的宝贝 哪件不值上万哪 爹爹 我说您还在惦念那幅夜宴图 当初朝汪家的时候 袁大帅 也就是现在的袁大总统 有密令给微府 点名要这副光绪帝 所画的夜宴图 可是至今下落不明 成了微府一块心病 总觉得对不住袁大总统 孩儿知道 爹爹心细此画 是为了孩儿 微府老了 还要荣华富贵何用啊 自然是为了你 爹爹 您放心 我会努力的 我已经通过吴家的内线 想办法打听夜宴图的情况 一旦确定 我自有办法 会找到这幅画 现在 乌府吃官司 倒是个极好的机会 金道台准备把吴玉生给放了 胡闹 私犯鸦片 一向是重罪 民国更有明确规定 凡私犯鸦片者 一律重判 甚至处于激刑 他金道台凭什么放人 他说证据不足 他还说吴玉生本人在北京 与这个案子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金道台太死无忌惮了 不行 我亲自去找尼渡君 不能让他放人 对 只要我们击垮吴家 我们不但能得到夜宴图 从此以后 我们刘家就是安庆的老大 好 您搬走 恕不远 谢谢您 慢点 赶车的 我们租你的车去王村行吗 上车吧 慢点 我还想到城里逛逛 眼看着天就要黑了 你去城里干吗 天黑了才有戏差呢 改天吧 啊 要不 要不回家我唱给你听 你也会唱 那我以前怎么没听你唱过 以前你不听话呀 以后要是听话的话 我天天唱给你听 好吗 嗯 饿了吧 有点 好 那吃吧 好 你也来一块 我吃不下 你吃吧 怎么了 是不是车太颠了 赶车的 走慢点 我老朋友洗了 好 来 在我身上靠会儿 不用了 来 靠会儿就好了 好 来 慢点啊 给你签 等等 她就是那个唱戏的女戏子 戏唱得可好了 你先回去 我不 回去 那好吧 说吧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只想知道 杨柳到底得了什么病 为什么什么都不记得了 连我也不认识了 既然你都知道了 还问这做什么呢 我想知道 刘剑雄是怎么陷害你们的 你们又是怎么逃出那场大火的 二太太 你现在已经是吴家的少奶奶了 你最应该做的事情 是想办法 怎么把吴少爷从牢里救出来 我只想知道事实的真相 我想为他报仇 难道为了报仇 就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了吗 黄梅儿 吴家少爷对你情深意重 可他刚一进大牢 你就跑来跟小裁缝重续旧情 你觉得你对得起他吗 黄梅儿 你跟杨柳过去的日子 已经是一去不会再复返了 这些道理我都明白 可是杨柳也好 羽生也好 都是被刘剑雄给陷害的 这笔账 我会算在他头上 不要把杨柳和吴家少爷扯在一起 黄梅儿 我只希望你能放过杨柳 你也知道 我和杨柳 马上就要为荣父母 如果这个时候 他再有什么意外的话 你让我们母子怎么办 黄梅儿 看在过去的情分上 我求你 放过我们吧 黎老板 如果你再纠缠他 我会跟你拼命的 我以为自己会慢慢的去看清楚 看清楚怎么去追梦的脚步 我以为自己会慢慢的不去在乎 我以为自己会慢慢的不去在乎 可怎么我的眼泪忍不住 谁曾经说过给我承诺的幸福 现在怎么会变成了独处 我试着强迫自己应该习惯孤独 就算我伤心也没有谁在乎 我不哭 杨柳 你在干什么呢 准备搬家 谁说要搬家了 每次不是有人来找我 你都要搬家吗 这次不搬了 为什么 不管我们搬到哪儿 那个女婿子都会找到我们的 所以就不搬了 那个女婿子呢 被你骂走了 被我骂跑了 我跟她说 如果她再纠缠你的话 我就打断她的腿 你这么厉害 我吓唬她的 不管怎么说 她也是吴家二少奶奶 你又是有父之父 让别人看见你们纠缠在一起 会有人说闲话的 许莲 你说 我以前是不是干过裁缝 这话我都跟你说了一百遍了 你什么时候才能信我 那为什么他们都说我干过呢 杨柳 说老实话 你怎么这样 跟我四处奔波的 会不会觉得委屈啊 你这说的什么话 全世界就只有你对我最好了 我怎么会后悔呢 可我知道 这不是你想要过的生活 没有啊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过什么生活都无所谓的 那 那 那当你病好了 我们就离开这儿 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我们安安静静地过下半辈子 好好养育我们的子女 行吗 行啊 反正你是我老婆 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走 走 咱们进屋休息吧 杨柳 要是 要是那个女戏子再来找你呢 我都不认识她 都说挺奇怪的啊 她为什么总缠着我啊 杨柳 她要是跑来说 说喜欢你呢 喜欢我也没有用啊 我现在眼里只有你 不管谁喜欢我 我都不会睁眼看她的 你是不是说真的啊 当然是真的了 你要不信啊 下次她来 我就赶她走 她要不走 我就用大棍子赶她 你呀 比我还厉害呢 有没有 我妈妈 我不在买 我妈妈妈 真的很酷 请 我们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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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二太太 先这样吧 这个我送到官府检验一下 有什么事你再通知我 好吧 好 再见 阿淑 杀人成命 他杀了我弟弟他就是凶手 他逼他写假口供 活活地把他给打死了 你凭什么说他是被人打死的 是他把我弟弟关到小黑屋子里 到死我也没见上一面 既然你连面都没见到 你凭什么说他是被打死的 他的死跟你有关 是你把他关到小黑屋子里的 是 是我把他给关起来的 你现在就可以找人去验他的尸体 如果他身上有一处伤的话 我愿意顶罪 要是没有的话 你就不要在这里血口喷人 那好 那你告诉我 他是怎么死的 他年纪轻轻的 无病无灾 就这么无缘无故地死掉了 他的死因现在还在调查中 他是被人堵死的 究竟是谁干的 现在还不清楚 在这件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任何人不允许说出去 从现在开始 没有我的允许 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入吴家 大太太 我要提见我们家少爷 什么人也不行 违反者 家法处置 这二叔老爷都没说话 你凭什么家法处置啊 二叔 现在是旧与生的关键时刻 请您老名断 这 这 你 那好吧 就 就先听你的 谢二叔 李掌柜 走 你怎么就能走啊 金稻台的意思是庭外和解 一声啊 你是什么意思呢 既然田二明是受人指使陷害我们 他们撤诉 我们就要反诉 告他栽桑枉法 追究他行事责任 他被告到了 刘简雄也跑不了 至于我 不等案子昭雪 我是不会出去的 对 坐牢是小 清白是大 可问题是 田二明已经死了 无法出庭作证啊 这倒是个难题啊 那如果刘七他愿意出庭作证 或者他写一份证词 能不能告到刘家呢 嗯 那再好不过了 这个刘七 他在黑道上混了好多年了 不好对付 要敲开他的嘴巴 谈何容易啊 我想试试 黄美儿 你可要小心啊 这可是鱼虎猴食啊 没关系 我自有办法 刚才在那边看到的 是吗 毕竟 Apostos 你可不可以 你脑挤就 你脑挤可以 你脑挤都受了 你脑挤的 这个竹呢 你在这儿看着刘七手下 我先上去 二明死得太冤了 二明死得冤不提 现在那戏子 想接这阵事情整我 让吴文他管家 这不闻是少爷 从半路上捡来的叫花子 他怎么能当管家呢 如果吴文当上管家 他们上上下下串通一气 侦察不尽 水泼不尽 吴家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了 他做梦 你们都在这儿等着 知道了 七爷 知道了 知道了 老爷 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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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辛苦了 我们二太太和七爷有事要谈 特意在楼下备了韭菜 由我作陪 还请诸位闪个脸 那你们先去 我上去看看 七爷 好好好 好 这边 这边 好好好 这边请 这边请 好好好 来来来 七爷 什么人 走错门了 对不起 是七爷的人吧 回 小东远 鬼东远 是 七爷 七爷 对 对不起啊 七爷 看来你跟我吃饭 看来你跟我吃饭还是不放心哪 哪里哪里 有误会了 你误会了 其实带人来也没什么 今天我也带来一些人哪 今天我也带来一些人哪 什么人 也没什么 都是一些清风般的小姐妹 今天我们谈事 带他们来不方便 是吧 也没什么不方便啊 我们今天啊 也是喝喝酒 叙叙旧 还有 像七爷打听一些道上的事 没问题 安政府地界上的事 不管是黑道还是白道 尽管问我 七爷真是给面子 姐妹们 七爷 酒仰酒仰啊 好好好 来来来来 七爷 来这儿了 就得吃好喝好 快快快 好好好 来 姐妹们 招待好七爷啊 来 给七爷倒酒 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 mov 来 七爷 来 再喝一杯 嗯 好 或者没什么好 太太 没有别的什么事 我就先告辞了 等等 太太您还有别的什么吩咐吗 你也该成个家了 男人不能没有家 家里不能没有女人的 一事没有合适的 以后再讲吧 天官家 你认为巧局如何呀 使不得 使不得 那是少爷身边的人呢 我们是想让少爷纳他为妾 可是少爷娶尽了二太太 就不会再纳妾了 巧局也不愿意离开吴家 你娶了她 她就可以留在吴家 而且还嫁了个好人 一举两得 巧姑娘心情那么高 她哪能看得上我呀 我去做美 她不会不答应她 谢谢太太 按理说 您的话我不敢不听 但这是终身大事 非同小可 巧局姑娘她什么都好 就是脾气有点坏 如果她的脾气 能有您一个小指头 我都会认真考虑了 太太 我 我先告辞了 来 来 七爷 七爷 都喝点啊 来 喝吧 七爷 好酒量啊 可不是吗 喝啊 喝啊 吃烤菜啊 我再给您倒一下 七爷 您在这儿喝着 我们还有点事儿 先告辞了 七爷 来来来 七爷 来来来 七爷 来来来 你别坐了 你快坐下 坐下 坐下 快坐下 快坐下 坐下 来来来 坐坐坐 七爷慢慢喝 七爷 您满喝 满喝 别坐了 别坐了 坐坐坐 七爷 坐 来 他们走了 没关系 我陪你喝 来 我敬你一杯 别别别别 你是青鸿班的名字 又是保挺扛的 二奶奶 你今天请我来 喝酒的是天大的面子 来我干了啊 哎呀 七爷的酒量 真是不一般哪 来 我再敬你一杯 来 喝 来 喝 来 给七爷满上 哎呦 哎呦 七爷 这酒里是什么东西啊 啊 什么东西啊 什么 是我在酒里 给你下的毒药 二太太 你跟我开玩笑啊 我哪有闲心跟你开玩笑啊 你不觉得你现在 舌尖发麻 心里难受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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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太太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害我 哼 这话说得好 嗯 那吴家也跟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害吴家 嗯 是不是刘家指使你干的 不怪你的事 这不光关我的事 也跟你的性命有关系 解药就在我手里 只要你说出刘家陷害吴家的真相 我就把药给你 否则 你拖不过今天晚上 你让我活不成 你也别让我 你少吓唬我 喝酒 你干我 我 呃 啊 啊 啊 解药在这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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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你 你要是把真相说出来我才给你 那 你看好 这是两百块银票 只要你说出真相 这些钱就是你的了 要不然的话 明天早上 就让你的兄弟给你收尸吧 我 我 我该死我 我该死我 来来来来 小婷再敬你一杯酒 来 干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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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啊 我的手下几次下手未成 便找了田二明让他帮忙 当场付给他三十元献羊 事成后再付二十 对吗 没错 那好 按个手印 手印按完了 这钱就是你的了 好了 那我就走了 来 交给啊 家裔给我 你这里没有解药 你骗我 七爷 说实话 我哪敢在你的酒里下毒啊 这酒里根本就没有毒 所以你也不用吃解药 局长 有人想见你 没见我正忙着呢吗 不见 是吴家二太太想见你 快 请她进来 是 有请吴家二太太 胡大人 二太太 要喝贵干 请坐 请坐 坐下车 胡大人 我今天来 是想请你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呀 你看看 二太太 我还是不明白 您这是什么意思 这上面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 是刘七和田二明串通 偷偷地在吴家仓库放了一箱鸦片 故意陷害吴家的 究竟是陷害还是田 这得官府说了算 要说个人 谁都说自己是冤枉的 但是这上面 已经足以证明了吗 上海律师行的律师已经到了 您看是在您这儿解决呢 还是提交法庭 让法官判决 这样吧 我请吃一下金刀台 不瞒您说 是金大人让我来找您的 那好 那好 那你让我查一查 如果我们抓错了 我们马上放人 胡大人 只要你宣布无罪释放我丈夫 我们吴家愿意捐出一笔钱 给府里办学 既然是这样 二太太这么慷慨 我胡某一定放人 不过放了人 案子还不算结束 必须抓住幕后黑手 赵三谋 安徽各营新军 都已经领到新式装备 唯有我那营 至今不见一枪一弹 我在北京等了这么多日子 营中无人带兵 我这心中实在不安呢 还望大人给催问一下 李营官 这事本官已经催过多次了 你的那份军火已经装船了 莫及 是你的还能飞了不成 可是大人 就是不知何时啊 听说海上刮台风 船只行走困难 可能会迟几日吧 现在又不打仗 早一日晚一日 何必那么计较 李营官少安勿躁 回去今后音讯就是 那好吧大人 那我先告辞了 好 原来是第十五号 原来是从上面扔下来的 是 这是案发现场留下来的 我已经让法医检验过了 里面含有一种极毒的药水 他们是想杀人秘口 对 手法很专业 不是一般人所为 不过现在你不用担心 有刘七的证词和田二明的证顾 我相信一定可以打赢这场官司的 那太好了 是 先生 请 李军 你看 这是我们日本国生产的子弹 里面装了十成药 这是西洋人生产的 这装了七成 日本国的军工企业刚刚开始 优质价格最实实在 就是不知 这价钱上还有没有商量 当然可以商量 不过你也知道 这种交易 你必须全额支付货款 我们才能替你进货 那我 可以先付一部分定金 绝对不行 绝对不行 你看 这是我们自己国生产的 怎么样 可以吧 好 好 你看看 下面还有 你看 看 看 你看这家伙 还不错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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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快 追 追 吴玉生 有人来看你来了 玉生 欧阳 还好吗 没事 反正就是在这里待着 来 坐吧 我给你带了几本书 真谢谢你 以后我在这里啊 就不闷了 清泉在北京可有消息啊 他来信说 其他几阵新军都领到了新式军火 可唯独他这一营 到现在陆军部还没有不划过来 看来是有人从中作梗 清泉说了 一定是刘安邦从中作梗 现在北京有一大批人鼓吹伏辟 所以 急先锋就是刘安邦 他多拜是信不过清泉 所以才扣住这批军火的 我们不能再等陆军部内帮老爷的施舍了 我们要两条腿走路 自己崇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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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